我記得我小時候 有一次我們中學 我們學校有個很大的草場 草地足球場 有一次老師叫我們 在草地足球場坐下來 分享我們人生的一些夢想 那時候我記得是中六左右 一起分享人生的夢想 有兩位同學的夢想 我覺得是很廣闊的 我到今天還記得 在這裡說吧 大家都說說自己有什麼夢想 其中一位同學說到他的時候 他說我的夢想就是令到中國統一 當時聽見他跌在地上 他覺得中國不能統一 是一件很錯的事情 他很想能夠中國統一 今天這位同學 他仍然在做一件事 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 寫中國的文化 他很想中國人有同一的想法 我覺得很厲害 然後有第二位同學就說 我的夢想 就是成為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我們就馬上挑戰他 有人有錢的話,你怎麼辦? 李嘉誠有錢的話,你怎麼辦? 我們那時候也會問這些 我要比他更有錢 他的答案就是… 我覺得當時他很肯定 今天他還在達成他的夢想 我相信了,我認識他 他住在我們附近 我不知道大家小時候的夢想是怎樣 可能很南海的小時候的夢想 我小時候的夢想是怎樣 我曾經有一個夢想 就是我在世界盃總決賽入決定性的一球 這個夢想現在越來越遙遠 只能夠看別人入決定性的一球 大家跟隔壁的人說說 你小時候的夢想是怎樣 可以說嗎?你有甚麼夢想嗎? 分享一下 有甚麼夢想? 有甚麼夢想嗎? 有抽吻一兩個,大家說完之後 不用怕 想想 好 阿達,你小時候的夢想是甚麼 警惡情間做警察 警惡情間做警察 很好 真的有這個夢想 阿呂聰,你小時候的夢想是甚麼 小時候沒有夢想 活著就是如此 這麼好 好 今天早上我們問有些很好的夢想 有個真的答得很好 有個弟兄太太在身邊說 我小時候的夢想是草過,好老婆 這些真的答得很聰明 真的答得非常好 我們可能也有些很廣闊的夢想 人生但是慢慢慢慢 在我們的經歷裡 我們磨去了很多夢想 我們的人生越來越狹窄 看東西 我記得有一次 耳故的牧師是戴兆曾牧師 跟我們做訓練 他說他搜集他的祖先 戴德生孫教士的照片 他說戴德生孫教士 小時候來到中國的時候 他的樣子很英偉、很英俊 微雨之間一度英氣 但是到他生了兒子之後 所有的照片都 他的樣子氣爆爆 惡屎騰騰的 他就告訴我 原來生了兒子 整個侍奉是不同了 你看看我的曾祖先是這樣 接著他講了甚麼例子 他說阿巴拉罕 他說阿巴拉罕生了兒子之後 聖經都沒有記載他做過甚麼 基本上 直到他獻以殺 他說原來人生很多的現實 已經磨得人滑滑 已經沒有甚麼衝勁 沒有甚麼想法 可能我們小時候也有很多理想 但是今天的 現在的工作 婚姻 孩子 生活 現實磨得一乾二淨 越來越狹窄 今天的經文是由五個字開始 重新擴闊我們的眼界 這五個字就是這些事以後 這些事是甚麼事呢 甚至上文呢 是路加福音一個很大的轉折點 這些事就是耶穌多次 是預言自己將要受死作多人的屬家 耶穌之前沒有說的 他不斷行神跡歧視 但是他沒有說到自己會上十字架 但是當他們認到 你就是要來的君王的時候 耶穌就說 我將要上耶路撒冷被釘十字架 這些事就是耶穌開始說他要上十字架 然後呢 有一個轉折點 就是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節 是在剛剛這段經文之前的 那個轉折點這段經文 是整個路加福音一個很大的轉折點 這一節頭影片有的 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 他決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 有沒有這個經文 找到嗎 Bennis 出到在後面 好 這個經文就說 耶穌他決定走去耶路撒冷受死 我們中國人有時說 你趕著去死 耶穌真的 他就定義走去耶路撒冷受死 所以他的門徒是恐懼戰經 我們想想 耶穌當時是放下了 他在加利利一切的成就 他醫病趕鬼所受的歡迎 他全部放下了 然後他要去受死 就是這些事的時候 耶穌開始訓練他的門徒 因為門徒之前看錯了很多東西 耶穌說我現在開始訓練你了 之前他猜派十二個行遍加利利地 現在他猜派另外七十二個 我們上一代讀大學 只有很少人讀到的 因為大學學位有限 但後來到我們出生的時候 政府擴大了大學額 我們就有機會讀大學 現在好像耶穌同樣 他因著福音需要他擴大大學 七十二個來到耶穌這個門訓的大學 接受訓練 我們就看這個門訓的課程 我們已經看了提摩泰後書 大家記得 靠神傳道又說到福音的重要性 有靖儀傳道說到生命 Yu Ming傳道說到 我們怎樣在裡面有個生命的建立 然後又說到受苦的心智 然後又說到Ada 又說到假教師的興起 我們有警鐘 我們期望將來時有機會 將那些廣道能夠印給大家 如果提摩大學 今天是一個總結 我們再看怎樣擴闊眼界 人生可以又好像年輕時 有一個很闊的眼界 耶穌就將一個眼界 擴闊給我們看到 說完這一次之後 我們下一個系列就是摩西 摩西也很好 我們大家有多少個 是還未夠八十歲的?舉手 大部分人吧 還未夠八十歲 為何不舉手?這麼多人 大家摸摸摸 真的保養得這麼好 摩西80歲才出來,是嗎? 侍奉 我們還未開始 我們看到馬哈提爾九十二歲 做總督 做什麼?做首相 我們覺得很欣賞 我們很多事奉前面要走 但我們今天完結這個門訓系列 就是開一個很闊的眼界給大家看 真正的教育就是等你讀完之後 自己還發覺自己很不足夠 還想讀這些才是好的教育 今天耶穌對七十二個門徒 第一句就說 要收的莊架多,做工的人少 他將一個很闊的眼界給大家看見 馬鞍山大概有二十到三十間教會 就算在青年會書院 我們都看到有大概三至四間教會聚會 包括我們樓下的馬鞍山浸信會 有這個沙田浸信會 有個青年崇拜 接下來可能有機會 因為租金的問題 平安分堂可能會回來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教會在這裡 可能我們有個錯覺 這麼多教會 做工的人多,莊架少 要收的莊架少 我們有時候有這樣的看法 我們如果是這樣看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想 我們這間教會怎樣 比其他教會更加優勝 我們有時候陷入錯誤和恐怖的想法 就是我們壓低我們的工資 然後唱詩歌唱多些 講度短些 大家穿好衣服 希望吸引別人來 我們有個競爭的margin位 競爭的邊際位 比其他教會優勝 這個就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在2005年 有一本劃時代的商業書本 就叫做《南海策略》 這本書是哈佛兩個教授寫的 他的書中 就區分了一個很大的分野 他說在商業模式 有個紅海的模式和南海的模式 有多少位看過這本書 或者聽過這本書 有人看過 有兩隻手 我看到大概兩、三隻手 紅海的策略就是什麼呢 有兩部船 有幾部船是互相競爭的 是一起爭一個市場的 譬如我們以前 馬鞍山有很多單車店 我們一走入單車公園 幾間一起爭的 這是一個紅海的市場 我的單車比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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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又送了甜品 然後就可以一起競爭這個市場 最後藥那個被淘汰了 血流遍地 有一個紅海的商業模式 他說我們不應該 用一個紅海的商業模式 用一個南海的商業模式 去注重一些 未開發到的市場 譬如一個未開發到的市場 譬如突然間人開這個 共享單車 所有單車公司都站在那裡 共享單車 現在整輪都堆在你門口 然後一個新的商業模式出現了 在南海 扔你們兩步 去南海 我們就有這種情況 一個南海的競爭 就是一個未競爭過的環境 是注重開發的 這是一個南海的市場 我們說馬鞍山有二十幾間教會 但是馬鞍山有二十幾萬的居民 一間教會 起碼要做到一萬人才能夠 滿足到這裡的需要 我們用一個這樣的眼光去看 一間教會至少有一萬人 我們有二十間恩福堂 我們才能服侍到這個區 馬鞍山有十幾間學校 很多間都不是基督教的 我們看見 我們只是杯水車身 所以耶穌在這裡 開了一個南海的世界 給我們看的 是有三個南海的市場給我們看的 第一個 我想大家想想 是一個和長的南海 耶穌當時說 我們還有很多的莊家美德 他猜派門討 他說要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鄉去 我想當我們看整個和長的時候 南海第一個 大家一想起一定是南海 你有時會覺得很難傳福音 或者福音傳得差不多了 你想這個南海 你一定會想到一個很大的南海 第五到第七節 我們一起讀紅馬 第五到第七節 好了,一起讀 一、二、三 不論進那一家 先要說 怨者一家平安 那裡若有當得平安的人 你們所求的平安 就必臨到那家 不然將歸還你們 你們要住在那家 吃喝他們所供給的 因為工人得工錢是應當的 不要從這家搬到那家 這裡首先講兩樣做主工人的準則 第一,我們的平安是要分給別人的 有時候我們會想 平安分給別人 分了我就沒有 不是的 我們做主工人的人 我們愈願意侍奉 神加越多給你 這是第一點 你不要說 我留有兩個神學要點 幾大都不告訴你 臨死先告訴你 這些就不是做主工人的心態 你越講是愈有的 你愈願意教 神愈加給你 這是第一 平安在我們身上出去 愈出愈有 你愈出得多平安 你的平安就愈多 第二,做主工人是不看錢的 人家給你供給 你要享受 那家人放些甚麼給你 你出去做宣教 人家給你甚麼吃 你就要享受去吃 不要那麼多投訴 你真的很不想吃 就吃少一點 你享受吃 第二 你不要從這家搬到那家 不要說旁邊 馬安三甚麼甚麼堂 多給我五百元 我馬上過去 千萬不要從這家搬到那家 錢不是我們的考慮 這樣才能做到主工人 但我想重點說 耶穌給我看見的南海 這段經文說過 家這個字 家原文出現了五次 翻譯出來翻譯了六次 福音是以家庭為一個關懷單位 門徒傳福音是用個人的得救開始 我們的三福隊 我們有三福隊 今天在做他們的侍奉 三福的訓練是帶領一個人信耶穌 但是耶穌教導 我們是有整個家得救的概念 耶穌在每一個家裏面 才找一個人 這個經文叫做得平安的人 原文叫做平安和平之子 son of peace 是和平之子 福音是由個人開始 但是以整個家為一個眼界 我想問問馬鞍先生的和平之子 在哪裡 很大部分人今天坐在這裡 你們就是你們家中的和平之子 那你下一步是什麼呢 你就想想你的家族 是你福音的南海 這個南海是大到 你想像不到的 如果你想想在家裡 你就認同耶穌所說的 要收的莊架多 做工的人少 我想做個調查 我想問有多少人 你的原生家庭 說原生家庭 比如我 我就說我的爸爸媽媽和我姐姐 就是我的原生家庭 有多少位朋友 你的原生家庭 是全部相信主的 舉手來看 一隻、兩隻、三隻、四隻 五、六、七、八、九 是,十差不多 十隻左右 這個跟我們今早早堂一樣 今早早堂人少一點 所以它的比例大一點 所以今早早堂是健康過我們 基本上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雖然都是十隻手 你想想 如果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和場 我們要求莊架的主 猜派工人入你的家中 你就是那個工人 你就是工人 但是你繼續求主 猜派工人入你的家中 和場是闊的 我們不是跟其他教會競爭 我們願意每一間教會 勝在一萬人 就算我們勝在三千都好 我們願意每一間教會 勝在一萬人 但是我們的家是我們的南海 想起我們的家 我們想起很多的婚姻裡面 我們都是期望他們得到福音 除了家之外 耶穌的眼光不單是家 更加是成 繼續讀下去 第八節開始我們繼續讀 好嗎? 一、二、三 無論進那一城 人若接待你們 給你們擺上什麼食物 你們就吃什麼 要醫治那城裡的病人 對他們說 神的國臨近你們了 無論進那一城 人若不接待你們 你們就到大街上去說 就是你們城裡的塵土 黏在我們的腳上 我們也當著你們擦去 但是你們該知道 神的國臨近了 我告訴你們 在那日子 所多馬所受的 比那城還容而受呢 原來一座城 可以顯示出 它是否接受福音的 未必說到整個城都信耶穌 但是一座城 可以顯示出 它是否接受福音的 報道會在光碎年間 有一艘福音船 叫做啟明號 這艘船 就在珠江不同的城鎮去報道 有些城鎮就落後一些 它一落船 那些童工就被人打上船 打你 當年的童工 就好像仕途行船的保羅 打完通常都是休息幾天 它不是打完 在這裡被人打 下一個城鎮 就去信德 又繼續去報道 打人又繼續走 打完一座城 就去另一座城鎮 整個記載 事跡記載在今期的播度月報 大家在後面還有 我想十多本 如果今早上沒有拿完 還有一些在那裡 你看看你鄉下 有沒有打過宣教 都是廣東地方 當日弟兄姊妹的生命見證 告訴我們 原來有些城真的不接受神的 但是有些地方 雖然不是全城信主 卻是招呼宣教士 在那裡聽 特別有很多養蠶的父女 在那裡聽福音 然後他們信了主 他們不抗拒福音 然後開始有教會 這個原來有些城是可以接受主 耶穌說一個城的接受主 有三個的步驟 第一門徒才去到 當主的門徒 代表主的門徒被接納之後 他們就用醫治去服侍那座城 我們今天用很多東西 去服侍這座城 我們用著 我們其實YMCA青年會孫 是一座城來的 都是 我們在服侍這個地方 在這裡我們有服侍這裡的家庭 我們有些慈慰幫這裡的家庭 我們也教這裡的孩子 有很多紀律 我這個星期三 是在這裡做中二的關外小組 我帶領關外小組 以前我們比較 其他同工都比較 跟他們建立關係 我就用另一個表達 我就用一個很嚴的紀律去表達 我帶了幾次 剛剛上個星期帶完 有一個做過老師的姊妹 跟我一起帶 她做完的姊妹跟我說 她說家翔牧師 我看到你帶之後 我的心有點害怕 你讓我想起我小時候 看到那些很兇的老師 你看看我這個人也算不錯 現在你看下去 對吧 但原來我帶中二的關外小組 是另一個人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我需要 用紀律去服侍他們 而紀律令這群小孩子很好的 我們有一個暑期的活動班 通常都沒有人報名 我們搞過很多次 通常七月一號都沒有人交表 但老師告訴我 我星期二拍完表 星期四老師說 收了十幾份表 回來參加 我覺得原來這一代的孩子 是很需要紀律的 很多家人已經不在紀律了 但原來他們覺得紀律 小孩子為甚麼喜歡紀律 我回來教會 我知道我不會被人哭 對吧 如果沒有紀律 我回到教會 我會被人打死 都沒有人知道 你們是教會 我都不知道是否沒有學校 這麼規矩 原來我們用紀律 是在服侍這個城珍 我們服侍這裡 然後服侍到之後 來到我們教會下 有得玩有紀律 然後我們宣講神國的信息 我們的和場是很闊的 你的辦公室是一個城 你的學校等放學的小巴站 是一個城 到處都是可以有一個城 我數過馬鞍山 有十三間中學 大家猜有多少間是紀律教 有沒有人猜 有多少間是紀律教 十三間中學 有多少間是紀律教 大家馬上想想 自己兒子報過甚麼中學 對吧 沒有人敢猜 我先找馬鞍山居民 阿雲,你猜有多少間 五間 其實只有兩間 是村口間崇禎和這一間 只有兩間 他告訴我們是甚麼 和場是很廣闊的 如果有另一間學校 接納我們 我們服侍那間學校 然後在裡面宣講福音 馬鞍山有十三間中學 只有兩間是紀律教 有十二間小學 然後有二十三間幼稚園 幼稚園又多些是紀律教 我們很期望這個和場多闊 我們不是跟其他教會競爭 我們看到其他教會 都掛了橫額出來的 我們都心想 我都在做一張橫額 但我在想掛不掛 有些疑問 不如不要掛了 掛起來好像很紅海 但今年的暑假 我們不僅在看這些 我們暑假有三個攝影 初中有一個攝影 我看到我們的初中學生 很努力邀請 給面子去吧 好像傳道同工 聽見他們叫其他初中生去的時候 他們很感恩 給面子 支持一下吧 快點來我們的攝影 初中有一個攝影 然後我們高中有一個攝影 叫做信仰靈距離 叫做信仰靈距離 又是一直在報名 有些高中生自己教 然後我們初職大專 最少人回教會那個群體 有一個攝影 他們叫做真正offer 他們每個都在找工作 找個真正offer 那個攝影機訂了五十個位 我們爆到第五十一個位 我們很感謝神 這些是我們的和場 我們在出去 不單止暑假做這些 我們暑假會出去澳門 以馬五思有仿孫 加拿和青少有短孫 去培政小學 我們做這些宣教的工作 做這些工作 最重要是什麼 我記得一件很好的事 我看到美恩傳道 很認真跟我們講規矩 很認真講我們的紀律 我們要順從 我們要配搭 我們要放下自己 不要到時坐下說食物不適合 放在你面前吃什麼 美恩真的說 你不要說食物不適合 特別警告小孩子 我們這些大人聽見 自己都知道傳道 我們都說 我們吃什麼都吃 這些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南海 在我們面前 在展開 我昨天帶我們 加密團的組長查經 讓我發現一件事 原來他們很多二十多歲的小孩子 還沒回教會 二十多歲 我記得他們很開心 我就說不如我們搞肯親會 他們說搞個世界盃肯親會 請了他們的小孩子 一起去看世界盃 然後說福音 說說我的盼望 我的理想怎樣失落 都可以跟他們分享一下 原來 反過來我們的和場很大 我們小時候 二十多歲 三十多歲 四十歲 我們搞肯親會 我們經常想我們父母信耶穌 經常想他們不會相信的 我們嘗試唱歌曲 等他來不來 對吧 我們經常這樣想 現在很多他們也相信 小平傳道 很多我們的父母回來 現在反過來 我們想 我們二十多歲的 他們不會相信的 他們不會回教會 我們又是反過來這樣想 但又不是的 如果神差派工人 這個和場是很大的 一座一座的誠能夠接受主 很期望這個是成為 我們藉著我們的紀律 藉著我們的商家 我們將這些弟兄姊妹 帶到回來 我們不是跟其他教會競爭 我們前面有個很大的南海 耶穌這個門訓大學 不單止關乎到和場的廣闊 我們也說了和財 我們其實還在去澳門 耶穌說你要去萬民 澳門也不是第二個民族 澳門也是我們相同民族 我們這個教會真的還剛剛起步 我們要去到萬民 希望後年大後年 我們又去到更遠的地方 講到這個和場的南海已經很大了 耶穌不單止說和場的南海 他講到你去到這個和場的南海 有個靈界的南海 一個城是否接受耶穌基督呢 有個很大的分別 這個分別是兩個字的分別 第九節 當一座城接受耶穌基督的時候 門討會對這座城說 神的國臨近你門了 但去到十一節下半部 當一個城不接受耶穌基督的時候 門討會說 但是你們該知道 神的國臨近了 差一個什麼字呢 就只有你們這兩個字而已 對於接納主耶穌的城 對於接納主耶穌的家庭 耶穌基督說 神的國臨近你們 神的國就在我們中間 人在我們這裡就看到 神的國的彰顯 但如果不接納耶穌基督 同樣神的國都會臨近 但這種臨近就不是臨近你們 有點恐嚇 也有點震一震 神的國就臨近了 不過不是你們 怎樣臨近呢 十三到十五節就說得很清楚 神的國的臨近了 我們一起讀十三到十五節好嗎 好 一二三 歌拉遜 你也有和了 百賽大也有和了 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 若行在推羅西頓 他們早已披麻蒙灰 坐在地上悔改了 在審判的時候 推羅和西頓所受的 給你們還容而受呢 加伯龍啊 你以為要被舉到天上嗎 你要被推下陰間 歌拉遜、百賽大和加伯龍 都是耶穌剛剛傳過福音的城市 就好像我說 沙角村、月明村和火灘 你想起 真是在馬橋以北的沙田 這幾座城市 整個加利利地 整個地區都拒絕耶穌 結局 他們是會被推下陰間 這是一個永恆的貴宿 我上網看過這幾座城 今天都不再存在 有一個城 其中好像加伯龍 人家做回旅遊店 但已經不再存在 耶穌用鎖多瑪和祂做比較 今天鎖多瑪在哪裡呢 如果大家看這張投影片 今天的鎖多瑪是在死海的下面 神懲罰這座城 將它推在死海的下面 但如果你不接受耶穌基督 你不要想著鎖多瑪的難受 你所受的比鎖多瑪更難受 你不是跌在死海的下面 而是跌在陰間的下面 一個家、一個人、一個城 如果不接受耶穌基督這個永恆的福音 祂永恆的歸宿在陰間的下面 這個神將一個神國的南海展現給我們 讓我們看到一個福視這麼大的 我們看到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對當時的聖振是有期望的 對整個社區有期望的 祂將整個加利利地對祂的拒絕 祂有一個期望 祂說你們拒絕了我 所以是落到陰間 另外在這個侍奉裡面有另一個南海 門徒在屬靈裡面有著主的權兵這個南海 十六節我們一起讀好嗎?十六節 耶穌有對門徒說 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 棄絕你們的就是棄絕我 棄絕我的就是棄絕 差遣我來的那位 這個權兵的南海是什麼? 我們背後代表著耶穌基督 我們不單是代表著耶穌基督 我們代表著猜派耶穌基督來的創造主 這個權兵門徒一出去侍奉的時候 就經歷到這個權兵的浩大 第十七到十九節門頭回來的時候這樣說 那七十二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 說主呀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耶穌對他們說 我看見撒旦從天上聚落像閃電一樣 我已經給你們權兵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有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絕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大家想鬼的能力大還是人的能力大呢? 早前有人請我去他家趕鬼 他說家裡的東西動 他一直有搞這些東西 他說家裡有鬼 請他趕鬼 我聽見心裡面有些法無 鬼是靈界的動物 靈界之物不是動物 靈界之物 聖經說他可以遍地遊行 聖經說他可以叫人生病和失常 我想想我也沒有這個能力 我也不可以叫人生病 如果我叫你生病 那你真的告訴我我要改善自己 我也沒有這個能力叫人生病和失常 但是鬼有這些能力 相比起能力我沒有鬼那麼大的 但是相比起權兵 我權兵比鬼大 能力和權兵可以是有分別的 你想像一個的交通警 他拿著一部鐵馬 假設馬鞍山突然有交通燈壞了 他拿著一部鐵馬在指揮交通 有幾部法拉里 都是馬力大過他的鐵馬 一部鐵馬都追不到的 但是交通警是有權兵 叫這些有能力的法拉里停下來的 他的權兵從哪裡來 就是政府授權這個交通警 有你的權兵 我去趕鬼 可能我的能力是沒有鬼那麼大的 但是我的權兵比鬼大 我們的權兵比鬼大 72個門徒回來 他經歷了這個權兵 就是鬼都服了他們 但是想想 連天使和魔鬼爭論摩西的屍首的時候 都不斥責魔鬼 但是我們可以斥責魔鬼 神將這個權兵賜給人 沒有賜給天使 天使要跟魔鬼爭戰 我們卻是斥責魔鬼 神賜給我們何等大的權兵 我們有這個南海的權兵 這個權兵如何經歷? 藉著祷告他經歷 當我們討告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個權兵 是戰勝靈界的權兵 這個權兵比金正恩的權兵大 比特朗普的權兵大 我們是勝過靈界的權兵 神要我們去一個南海的和尚傳道 神賜一個南海的權兵給我們 神不單止賜南海的權兵給我們 神賜一個南海的保護給我們 第十五節 耶穌章另一個權兵顯出來的時候 祂說 絕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這個何等大的一個的影響 絕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如果不是神的容許 是沒有東西能夠害到你 我看這個播度月刊的時候 他說我們的匯祖寬瓜倫牧師 是一位外國人來的 他傳道的時候 後面有個阿伯看得很生氣 就拿個坐頭想坐他 坐的時候 突然有人隔開了他 這個牧師也不知道 他看完之後 他隨時可以繼續走開 你真是生死一法之間 但是神保護他 如果不是神的容許 沒有東西能夠害到他 我們可以想像當年的信德 我們的鄉下 那些人多蒙塞 光碎連監 我們今天還看到維園 阿伯那些是否信德 阿伯還更加厲害 你來我這裡說耶穌 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然後挫你 這樣 但是神保守了他 所以耶穌在第三節說 你們去吧 我差你們出去 如同羔羊進入狼群 狼群是各城各鄉的人 他們可以對福音有一個很大的抗拒 但是神說狼傷害不了我們 甚至在十九節說 我們有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絕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蛇和蠍子一直是魔鬼的代表 無論好像是狼的世人 或者是蛇魔的 好像蛇蠍的魔鬼 都害不了主的門徒 當我們出去服侍的時候 我們走過澳門 都是一個屬靈的爭戰 但是我們深信走到澳門的時候 不是主的容許 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害到我們 我們可以走到更遠 因為我們走到柬埔寨 我們可以走到泰國 我們知道沒有東西能夠傷害到我們 因為主有南海的權兵 去保護我們 以致我們可以向人宣講一個 關乎他們永恆歸宿的福音 我們有著廣大的和場 我們有著廣大的權兵 我們門徒要擴復我們的眼界 但是我覺得最後一個門訓 耶穌在畢業之前 給他一個門訓 就是一個喜樂的南海 喜樂是一個可以的選擇 我看Facebook 有人說上個星期二 有九個人自殺 在香港 我心裡很難過 覺得是一件很哀動的事情 為甚麼會落到這樣的地步 但有很多人 在生命中他們沒有喜樂 或者他們已經沒有喜樂 很久很久 我們今早看新聞 有個人在媽媽的湯裡下毒 就是想殺媽媽 我想不是今早想起的事情 我想他們已經一家 陷入一個很大的難關 很多年 但是喜樂是可以選擇的 有時我們人生有很多的追求 以至我們忘記了這些喜樂 有些紅海的追求 有時和場這麼大 我們有時會陷入一個紅海的思維 我在這個和場佔了多少份 我的侍奉有多成功 我有多開心 耶穌在二十節 就對海旋回來的門徒說 然而不要因靈服了你們就歡喜 而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耶穌最後一課的畢業教導 就是教導我們不要因為 事奉的成敗而悲喜 耶穌說只要求門徒一件事而開心 就是你的名字記錄在天上 記錄這個字原文是寫 但是他用perfect tense寫出來的 perfect tense在希腊文說的是 已經開始了不會完結的 你的名字已經 很多名字我們寫下都會完結的 我不知道大家的名字記在哪裡 大家細心想一下你的名字記在哪裡 除了人民入境事務處 你的名字記在哪裡 可能沒甚麼地方記大家的名字 想想一下 學校的場上 以前的學校有些學生會會長 有你的名字嗎 不知道有否,可能有些人有 又不知道大家有否記載 在公司董事註冊那裡 可能有吧 有些少人有,有些沒有 可能那些地方都沒有你的名字 就算有的名字 每天都會沒有 馬會會員又沒有你的名字 有你告訴我 你為甚麼呢 我也想了解一下 你的名字記在哪裡 但是無論你的名字記在哪裡 或者是不記在哪裡 有些人大廈有他的名字 用他命名 但是無論你的名字記在哪裡 或者不是記在哪裡 你看你的名字 總是寫了一個地方 寫在哪裡 寫在諸天之上 寫在天上 寫在諸天之上 Heaven是福數的 你的名字 是在神的面前 因為諸天之上 就是神所住的地方 你的名字已經寫在那裡 比起你所有事奉的成果 沒有甚麼成果 比你的名字寫在神的面前 神說你不要因為你的事奉成功失敗而喜樂 或者悲哀 只是單單因為你得救 得著耶穌基督的啟示 而你明白你就開心 耶穌後面那段經文就說 祂喜樂 因為祂知道你得到這個啟示 你得到基督的救恩 你單單為這件事開心 這個開心 沒有東西能夠拿走 甚至死亡都不能夠拿走 你可以無論在人生甚麼困惑的光景 你都選擇這個的喜樂 這個的喜樂是一個喜樂的南海 是沒有東西能夠拿走 當我們有這個喜樂的時候 我想跟大家繼續說另一個的南海 在這個喜樂的南海裡面 我們有一個熟靈生命的南海 熟靈生命的南海 就算我們家族信了主 我的家人也信了主 但是我覺得他們在熟靈生命上面 有很多需要建造的地方 上個星期我記得蘇牧師用他很低沉的語調 說我們去到一個平頸的位置 有沒有看這個短片 記得嗎 平頸的位置 他說要再突破 我們就有一個廣闊的空間 他在說南海 我想我們的突破 不單是人數那麼簡單 反而藉著我們的人數 是有一個優養的時候 我們是突破我們生命的內涵 我們熟靈的質素 這是一個更大的南海 這是我們在恩福裡面要突破的南海 恩福用一個聖經的教導 建立了一間很強也很大的教會 但是這間教會裡面 我們發覺一直在擴展的時候 我們生命的質素要做一次的去對付 由同工以至匯油的層面 這是一個很大的南海 上個星期有一宗新聞 講到房協在沙基灣重建的大廈 叫明華大廈 大家看到這座大廈 因為趕工的緣故 有些拉力不夠的鋼筋放進去 現在要拆出來 要重新興建 這就是我們的南海 原來我們的鋼筋用得太快 未試過拉扯 未試過測試的時候 是出問題的 不測試 遲早那間大廈都會倒塌 我們就想想 原來我們的鋼筋是甚麼 不單是人數 我入恩福的時候 大概是三、四千人的聚會 現在去到九千人 甚至試過去到一萬人 你說三、四個去到八、九個都已經難應付 是三、四千去到九千一萬 是一個很大的增長 但是當中有沒有一些鋼筋 我們擠進去 其實未經過測試呢 我們要經過這些測試 這些測試 包括我們起落南海的測試 有時我們的人生不是一些罪 但是一些我們自有成長 在生命裏面的追求 成為我們一些軟弱 以至在事奉裏面 成為一個難助 早幾個星期 恩福一位的長老 請我去他家吃早餐 他提起八年前 我在他家裡的另一個經歷 他說當時在恩福開童工執事會 他見到我說話 說了一點 就覺得這個人好像挺聰明的 他說將來恩福 可能這個人可以幫忙做領導 他當時有這樣的心態 就在那天的下午 我離開他家 我回到我自己家 跟我另一位同工說 我不能夠再侍奉 我心裡的焦慮大到 我不能夠再侍奉神 這件事過了八年 我回到同一個食飯桌 聽同一位的姊妹 跟我分享同一件事 我自己開車回到家的路上 我覺得很特別 感覺對我來說很特別 原來在一生裡 我在侍奉成就的追求 成為我生命的圓弱 我沒有在意 而在這八年裡 我在處理這件事 因為我處理的過程 令人難受 可能我都沒有體驗到 其實這個生命的一個難關 原來自幼 在一間好一點的學校 在一間名校裡出來 所以我的同學 會拿到這麼大的空想 不是空想 是這麼大的理想 我有些同學 我期望向上游 但是這種期望 是我生命裡 一個不夠力的鋼筋的雜責 在這一刻我要學下 然後我放下向上做領導的期望 而是單單向主仰望 這是一個屬靈生命的南海 我要去對付 我要去更新 我們每一個的同工 每一個的幹事 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 都在這個南海上要更新 當然我們這個更新 用聖經去做基礎 如果不用聖經去做基礎 可以很容易變成文革式的批鬥 我們仍然很注重聖經的教導 很注重生命的鉗示 但是這個生命的鉗示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但是這些鉗示是何時發生的呢 鋼筋劑在一邊是無法檢視的 鋼筋拿去實驗室 或者鋼筋拿去起樓才知道的 什麼時候是實驗室呢 大家回到你的小組的時候 就是一個鋼筋實驗室 你一回去 馬上驗到你是什麼人 是不是 你一回去 這個人這麼難相處 我經常告訴你 神看得起你的小組 才有難相處的人 神看得起你的教會 一間五星級的教會 起碼有五十個人 容許我這麼說 其實我也是這樣的人 我是五十個 其中一個 計算了我就四十九個了 基本上 神比利在小組裡學習這件事 小組都是實驗室 什麼時候是起樓呢 當你侍奉的時候就起樓了 侍奉的時候 我們剛才經文說 兩個兩個出去 耶穌猜牌我們 兩個兩個 馬上想哪兩個好呢 叔牧師叫兩個兩個 馬上想是跟誰好呢 跟Yu Ming好 還是跟Tommy好呢 立刻心裡算很多東西 對嗎 兩個兩個 我們可以成為 一個配搭的南海 跟誰出去 我們都能夠出去 但是怎樣做到 成為一個這樣的人呢 就是我們生命的測試 要過關 我們在侍奉裡要過關 我們的生命能不能夠勝在 這個是我們每一個的同工 你看到家翹其實好像很容易相處 其實家翹 你問我的同工家翹 一點都不容易相處 開始我們在裡面有很多生命的對質 生命的體見 是最辛苦的地方 我們期望我們的教會 不是成為一間很相處的教會 我們期望我們的教會 成為一間真正面對大家的教會 這個是一個生命的建立 我們這樣能夠建立 我們才能夠出和場的 因為出到和場是另一件事 當我們去到澳門 我們鄭美恩全道 已經提醒我們的青少爺 有很多東西要考慮 我們政治上的安全 我們道德上的安全 我們在我們的靈命上的安全 我們怎樣跟別人的相處 怎樣順服 這些已經是一系列的考慮 去到已經不是我想怎樣 是想怎樣的警方 不是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不是我想答應人什麼就是什麼的警方 這些都是我們在教會裡面 建立我們生命的質素 當我們在這個屬靈的南海裡面 我們每個人給神提醒自己 給弟兄姊妹提醒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能夠承擔到的鋼筋 我們才到最後一個的南海 就是配搭的南海 當我們兩個兩個這麼出去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成為別人的配搭 當我們能夠成為別人的配搭 我們才能夠收到廣大的和場 我們今天有三個的南海 第一個的南海 我們看最後一張投影片 第一個的南海 就是我們和場的南海 大家想想你家中 就是你開始 然後想想我們這個城 又想想你的辦公室 然後想想萬民 我們接觸過哪一個民族呢 我們的海是寬的 第二個南海 就是我們靈界的南海 神給我們這麼大的權兵 是勝過天使 天使都沒有的權兵 你怎樣用你的討告呢 都鼓勵大家 我們八點半是有討告會的 每個星期日早上 可以一起守望 我們所有隊工的侍奉 我們一起在討告裡面去開始 這個大家可以服侍的參與 八點半的討告會 我們的討告是我們的南海 第三個屬令的南海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喜樂 我們可以選擇救恩裡面的喜樂 然後面對我們的生命的軟弱 我未必說是你的罪 是生命的軟弱 然後我們成為別人的配搭 這個是主的門徒 要付的代價 我們一起祈禱 天使天使我求你幫助我們 你給我們的和場是闊的 你給我們的權兵是大的 祝福我們身邊每一間教會 平安福音堂浸信會 沙田浸信會 主要你興起他們 承擔更多 但是求主你也興起我們 特別興起我們的靈命 在我們裡面 如果你還未認識主耶穌的 我們可能在很大的困惑裡面 神說你今天可以喜樂 你今天可以 因為耶穌基督 你接受祂的救恩的時候 你的命就寫在天上 我想問我們在座座當中 有沒有人從未接受過耶穌基督 做你個人的救主 今天主說你的命 可以就寫在祂面前 你舉手的話 你接受主 你就是祂的人 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有的 你在一位裡面舉手 我願意為你吐告 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我也挑戰大家去想 你生命裡面 有另一個的南海 你的屬靈的光景 有沒有一些地方 你需要神去更新改變 這個地方可能是 你對某些事情的執著 可能是你自己 看很多的手機 看很多的電話 而你生命打很多的遊戲 不知道是甚麼 求神去更新改變你 我給你一點空間 我給你一點空間 求神 讓你能看到這些屬靈的南海 你求神去幫助你 我們在暑假的時候 將會去到更遠的地方 我們將會發展更多 孩子的服侍 主要給我們 你猜派你的工人來到我們的當中 我們有時候有個錯覺 以為工人是多的 莊戒是少的 但當我們看你的經文的時候 你知道莊戒是多的 工人他是少的 求你猜派工人來到 福視每一個的群體 以至每一個群體得著餵養 得著成長 又求主在生命裡面 測試我們的時候 我們蒙主的月立 成為一個如精金的生命 給主你使用 我們這樣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命以求 阿们 得到更多的地方 以為人生看到了 你猜派的要求 拜託 會有些的 解釋 音樂